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整个这城市 其实我说不上来 因为我们其实两个人有感触 就是原来的味道没有了 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先进 变得越来越好 高楼大厦的 再回到你要去四六楼的时候 我就觉得文化在慢慢丢失 自己的文化 讲上海话的人都越来越少 我这个真是累死了 想说上海话 有的时候只有跟自己老娘说 老婆都不说 要讲国语的嘛 再回到原点 只有跟队友碰到的时候 一口上海话 感觉慢慢在丢失的是 原来上海的这一套东西 上海能给人家留下什么印象 小嘎巴气 小家子气是吧 但是我 小说你再去回到你1746楼 1569楼 你去看看周边这些邻居 不管条件好又坏 你叫他今天给你包20个馄饨 他们包多少个带都没事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苦啊 真是 我爷爷说你要走一站再坐公共汽车 我为什么 四分钱 那时候电车是四分 七分一毛三 对 他说要不然就要七分钱 对 你要走一站就五分钱 他说你走一站再坐 那时候你能拿下 这个一分两分 可以买几个糖 对 上车请买票 月票请出示 抱小孩的这儿来坐 好的 买张票 好 买票 给 但是对周围邻居朋友啊 尤其对亲人 哇 非常好 是的 所以说能同单口 不能同享受 真是 你说太对了 真的没错 你现在发现 一到逢年过节 没有自己家里做菜的 都到外面 原来过节的时候 从下午开始慢慢全来 晚上自己 你奶奶可能做菜 我也是我奶奶做菜 我爷爷坐在这里 父母都不动 最多母亲去帮奶奶干嘛 那时候的那种关系 后面现在我都发现在变化 吃饭嘛又要提前半年 要去议定 吃的什么东西了 所以说我们这代人 你让我们吃山珍海味 也就这个样 你天天叫我吃咸菜萝卜 我们也能过 因为自从父亲 去年的时候过世 我就在等 吃饭今后不许在外面 每到逢年过节 包括周末 小的必须回到母亲这里 你这个传统的不能改变掉 因为历来都是这样的 因为人一直在一起 可能相互熟悉了解 一直不在一起 就是可能慢慢要疏远掉 家庭的生活 不是因距离产生美的 那肯定不是 更不能虚拟化 更不能又变成 咱们到网上去见吧 监装 爸 普那边 不知 ihat 照片 Doesn't S 我 这 wh